最專業的房地產知識 都在好房網YouTube頻道 馬上訂閱開啟小鈴鐺 影片上架通知你 我們符合理這個社區 是屬於一些老舊的公寓 但是我們這邊算是 我覺得生活機能都算蠻不錯的 因為我們這邊有藍山高中 私立我個人覺得是數一數二的學校 然後它有幼兒園 然後也有國中部 然後再來它的籃球隊很有名 然後景寧的旁邊 有新北勢力的張和國中 然後也有它的拖幼 然後也是算蠻數一數二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這邊有傳統的市場 有符合市場 然後訪聊市場 然後公家的單位 然後我們的旁邊有中和區公所 衛生所 然後還有派書所都在這附近 覺得個人還有大賣場 有大頓發Costco 所以這邊我覺得是蠻便利的 然後生活機能真的不錯 公廟就是我們中和大廟 它有廣祭宮 就是我們祖祭的開張聖皇 跟我們後方的符合宮 祖神就是五谷先帝 這就是百年以上的大廟 因為這邊其實大家都知道 新北市在之前朱市長的時候 在新北市我們是真正的 中和區是真正的商款三線 然後我們福爾里附近 雖然我們最近的車站還在蓋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很久的 就在我們的永安 永和的永安捷運站 跟我們景平路中山路的中和站 這是我們離我們最近的捷運系統 我們一般這邊診所是很多 然後醫院有宜合醫院 跟我們中山路這邊的中享醫院 然後我們在雙和醫院也不會很遠 就是大型中大型的一些醫院 醫療機構 以符合里這三四年 我們這一屆這樣觀察 我們里內都是一些老舊公寓 然後我們的大樓才只有三棟 然後其他都是六七樓的 我們總人數在三千多人 我們總人數在三千多人 然後人口的年紀 比較年長的長者 大概有佔有一半 然後其他的就是一些小朋友 就一別的輕壯年長 但是會讓我覺得說 更要有一些福利 來給這些長者 然後或者是比較幼小的小朋友 我在 我是第一屆的新里長 也算新里長 這一次是我第四年 這一屆第四年 然後我在我上任的第一年 我們公所跟市府環保局這邊 有辦了里環境認證 然後我們參加 第一次來參加 我們得了四顆星的里環境認證 像我在我當里長 我最忌諱 也是最討厭的就是垃圾落地 然後我會改善了里內有 大概兩處的垃圾張用點 就是十年以上 就是長期讓人家走過去都亂丟 然後我們把這個給改善 然後再來是狗辯 然後也積極地來彩繪一些彩繪牆 當然希望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2022 今年就是選舉年 然後我也希望 今年的11月26號 可以再順利地來連任 當然我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然後唯一最想再改變的就是說 我們還有支收還沒做 就是讓垃圾一些回收物 來變成黃金 然後也可以變成一些日用品 來回饋給各個鄉親 訂閱好房網YouTube頻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 請請就給大家看 謝謝 謝謝